大家好 我是雷神 现在 可以算是疫情 严重的时候 所以最近也不能讲去钓鱼了 所以只能在家防疫 平常我都是玩慢铁钓 极多啦 所以今天我们就讲讲 关于铁板 铁板 其实有 算是有 几款 条状 要条形的 中度宽版 和宽版 不要漂的 我们今天就大致讲解一下 铁板 首先我们先讲 条状的 铁板 条状的铁板 的好处 就是 比较快成 在下层的时候 他动作就比较小 他的动作是 会 细微的 他会 切 切水重量啊 切水线啊 细微的 轻微的 擺动 过后这款也是 算是条状的 只他比较短 厚深 也是快成 也是动作很小 他虽然动作 不会讲到 很大 可是蛮 吸引 比较喜欢吃 讲鱼仔 这类的 鱼类的鱼 过后这种是算是 比较长形 算是条状的 长形 虽然算条状的 其实他也是他有 他的动作 虽然长形 他这边 前面他是 比较 属于 有个 切水线 所以他下的时候 会这样子下 轻微的摇动 然后他会轻微的 因为切水线后 他轻微的摇动下 够这种 第四款 也是算 是比较长条形 因为这款是 岩 岩湖的 够他的比重 前面会比较重 所以沉的时候会这样子 因为他是岩湖的关系 他的 摆动 会比较 颜白一点 但是他沉也算是 蛮快的 因为他 长条 第二他 厚度有够 所以他沉 下沉的是蛮快的 现在我们就讲 中版的 中版的有类似 有一点厚度 他又不会太飘 这款设计 这款设计 他是后比重在下面 他会这样子下 因为他上面是 比较 有切水线 如果我们抽对和放冲的时候 沉的时候 他也是会有一个 一个摆动 这种 算是 不算是 条啦 因为他是 中版 他有 中间 刚好 他会有一条 尖凸 所以他算是 他的切水线 因为他的设计 是刚好 很平衡的 因为他 切水线不在旁边 所以 他是会这样子沉 所以他的 摆动 也是这种 情况 过后这款 铁牌就是 总版厚身 算是厚身 后面有钩 他有一条钩 钩槽 凹槽 比重来讲 他是 算是比较 中 前面 这一段 比重比较中 所以下的时候 他会 有 摇摆 加上他 因为他是 有钩啊 钩槽啊 有时候会有 影响到 可能会 这样子的 前行的摆下 过后 这款也是 中版 铁板 他的设计来讲 后 半部来讲是 比较 比较厚的 前半部 比较 薄一点 所以他的 下层动作会是 这样子 因为 前面他有 切水线 所以 他的动作会 大一点 可是因为他的 比重在后面 在下面 在下面 所以他下层速度 也是算是 快 因为 他会这样子下 瓢着下 OK 现在我们就讲 比较 款版的 这种 比较 不算厚层 比较薄的 铁板 因为 这种 切水线 他会在旁边 所以他 下层的动作 他会这样子 漂 可是他会 日行的漂 过后 现在介绍最后一款 这种也是 宽版的 因为他的设计的关系 上面 算是比较窄 下面比较宽 所以 比重在下面 所以他沉的时候 会 斜这样子的 下层 可是因为宽版 他会有垢水 所以他摇摆也是蛮美的 这样子整 OK 今天的 这几款铁板 大致上讲解 到这里 喜欢的人 记得 订阅 按赞 分享